恐龍的遊戲是給孩子的不敗主題 如果能帶孩子在沙灘中挖掘化石就更酷了 今天的影片我會跟媽咪們分享一種自製恐龍化石的方法 帶孩子在家就能玩烤谷找化石 大家好我是Linda 今天要帶媽咪們用簡單方法帶小孩玩出生動遊戲 自製化石所需要預備的材料有 二分之一杯麵粉、二分之一杯砂、二分之一杯咖啡粉、二分之一杯鹽 適量的水 首先將麵粉、砂、咖啡粉倒入盆內 攪拌均勻後再將水分次加入 使粉類的每個部分都吸收到水 直到粉團可捏製成形即可 如果水加太多的話就需要讓麵粉團曬乾更多天 將麵粉團加入恐龍骨頭模型 揉成石頭狀 這時候露出部分模型看起來更像化石 也可以把化石做大小變化 制度布景中會更好看 我喜歡用繪本故事讓孩子在玩樂時更有帶路感 這次我選用的是佩佩珠的 《Jojan the Dinosaur》的本書 曹志和他的朋友們一起找恐龍化石的故事 所以我們將做好的恐龍和貝殼化石藏在海灘的布景裡 另外我也另外準備一盆埋著恐龍模具的沙盆 然後我們就可以帶孩子開始玩樂 要去小丹生了 對啊 Jorge穿這樣 Swean今天也穿這樣要去找丹那手對不對 你還是要去找小丹那手 你要去找小丹那手好 我們來看看Jorge她怎麼找丹那手好不好 Ready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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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樓 隨著化石一個一個被找出來 慢慢要進入最期待的敲化石橋段 慢慢有很多短石 對有很多 我們要來找化石囉 你要幫Joge他們找化石 好不好 這還在 這裡好那我們先拿這個小石頭 哇裡面是什麼 Dinosaur Dinosaur 這好像是翼龍的頭 這個 看看這個是什麼龍 我試試看是什麼龍 這很快就敲開了 快敲掉了 這好像是翼龍的頭 這好像是碗龍的頭 這好像是貝殼 對 哇 這個大石頭怎麼那麼厲害 透過這次的遊戲 讓孩子能夠在布井裡體驗尋找恐龍化石的趣味 把石頭敲開看到恐龍化石的橋段 也引起孩子的期待與尋得寶物般的快樂 一起操作的過程 更是讓媽媽跟孩子們 可以有團隊尋寶完成任務的氛圍 是很適合陪孩子度過優質午後的好遊戲 這邊玩完之後 對恐龍的知識更有興趣了 有這樣做欸 用用用用用 用手機看是什麼龍 好我們等一下一起來查查看是什麼龍 最近我們透過生鮮石書認識到一個可以帶孩子認識恐龍的課程 你知道暴龍跟金龍打架誰會贏嗎 翼龍其實可以跟小飛機一樣大喔 是由生鮮石書和生態教學老師蝌蚪老師合辦的恐龍國度大冒險 獻上課程 蝌蚪老師是台大昆蟲系畢業的生態教學專家 也是動物星球頻道Discovery的活動主持人 擁有豐富的教學經驗 他熱情生動的教學風格讓小朋友很自然的能夠投入學習 課程中 蝌蚪老師將運用模型、圖卡、動畫、戶外找畫時 多元有趣的方式 帶小朋友展開一場認識恐龍的探險 是能夠滿足孩子對於恐龍探索的好課程 6月17之前 點選向方連結自課程網站預購 可以獲得66折的折扣 使用說明欄中的粉絲專屬折扣碼 可以獲得再折200元的優惠 有興趣的朋友們可以點選說明欄中的連結 是課程網站有完整的課程的介紹 以上就是今天的親子感官教具製作教學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我 讓我可以把影片做得更好 如果媽咪們有想了解的主題 也歡迎在留言處留言讓我知道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今天的視頻 我們節目鍵